那就是我們42 那現在就再講一下那個 就是我今天升空天體的尋找法 其實我們要找這些升空天體 其實都是用椅子的星座 然後用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特徵 來去找它今天它這個東西在哪裡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就是上禮拜找那個 全天最大的星團 Omega星團 它就在那個半人馬座 然後其實你先要找出半人馬座 半人馬座其實它這邊 這邊就是天蠍座 然後它的中間就是豺狼座 然後再過去一點 然後這邊就會有半人馬座 我們先要到那個 我把油漆放在一起 這邊這個就是貼蠍座 因為貼蠍座應該算是非常好認的一個 就是下季南天一個非常好認的星座 所以要找的話你就應該就先把貼蠍座給找出來 貼蠍座比較好找 因為它的形狀 它的量性都夠多 你到你的貼蠍座跟到你的貼蠍座的時候 他們其實他們的量性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的形狀其實沒有那麼好認出來 像貼蠍座我也是要拍下來才有辦法去完成它的眼線 如果叫我說直接眼鏡這樣看 我其實不辦法看出出它的眼線到底是什麼形狀 然後貼蠍座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從我的眼睛看來我覺得它像一個大字形 大字 大字形 然後希臘的星座是把它想這樣子捧回半人馬 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上個星期我才第一次認出半人馬座 然後我的認法就是我覺得它好像在一個跳森巴的 然後這是它的雙背 這是它的頭 然後這是它的腳 它的身裙 然後比較明顯的話就是它上面這邊這顆星座比較亮 這個是庫隆三 然後再往下就是我今天先用雙 我今天這個還眼睛看得出來 然後我就用雙筒去照著它 對著它 然後慢慢的往下 然後就發現說這裡有兩顆 兩顆比較靠得近的星 然後就是很一很二 看到這兩顆星的時候 然後再往這邊稍微往這邊移動 然後這一個的話其實肉眼是幾乎看不出這顆 這顆星很暗 它用雙筒大概平行 大概勉強可以看到 那看到這顆星的時候 然後再往這邊移動 然後這顆星就會比這顆星再亮一點 這個就是骷髏一 然後看到之後 然後用這個 這邊有一顆比較亮的斜 叫做骷髏七 然後你雙筒對著它 往這邊移動的時候 然後你在移動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裡為什麼有一個 就是佳蓁講的像土工藝的一個球形 然後其實它模模糊糊的 它以雙筒的倍率的話 我沒有辦法看出它是一點一點的星星 我只能看出說它就是這邊 就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東西 而且在雙筒看之下 其實它還蠻大的 它不小 其實蠻大的 比一般的恆星大很多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最大的球狀星星 它就是半人馬座的Omega Omega星 其實我們今天找這些升空天體 大概都是用這種方法 其實星座就等於是天空上面的地圖 好 然後你用地圖 來去用這些特徵 然後去找你今天沒有找過的星星 用這種方法 地標版給你 對對對 其實它就是它的地標 大概都是用這種方法 對 所以等於說我今天要進一步的話 你就等於說 你對你星座就必須要比較熟悉一點 用這種方法來去找這些東西 其實牌肉丟半的馬 是不是說它的幾個東西 是這樣 就要習慣說 正的看 左邊看 右邊看 倒的看 都要動的 對 你講的沒有錯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今天如果這個圖形是倒著的話 其實你就不太好認 就是要上下左右 對 像這張畫大概是晚上11點 五月二十號的晚上11點的時候 所以它的形狀就是 它是比較好認的一個 它好像是站著的一個形狀 你會比較好認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 如果是可能六七點的時候 它可能就不是這樣站著 它可能是這個是方向很長的 主要很用打 對 你就會比較不好認 這個是 就等於說你就只能多觀察多練習 這個就是它最好的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它是它最好認的形狀的時候 那在幾點的時候 是最好認的時候 像這個時間的話就是11點 這個幾點是 不一定 這個沒有什麼一定 對 這個沒有什麼一定 對 這個沒有什麼一定 對 這個也可以用 其實我們這個軟體 最大的幫助就是 它就幫你去把這些形狀 畫出來 然後畫出來 讓你會覺得 你會比較好長 像現在是9點多 那如果今天把 今天定住這個 然後把時間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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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18日 然後現在把日光的影響 把它調出來 那就稍微撇著一點 那就是 你今天就等於說 下午的話 就是把平板帶走 然後上到 然後要觀看的時候 就把這個時間 它的形狀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用想辦法 用怎麼樣去對照 對照實際的天空 這張是在林口 去年颱風來臨前的情形 這個要跟大家講的是 要把千萬料把握這種時間 就是颱風來臨前 這個絕對是你看信心最好的機會 那當然不是颱風那一天 颱風前的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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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雲氣都被颱風給吸走 你看 臨孔 我這樣一拍 就可以拍出這些信心 然後這邊要特別介紹幾個 就是說 你真的是可以 有些是你要相機拍得下來 還有些是你用雙筒 是實際上看得到的 其中最 我覺得最好看的應該是這個 M7 他有一個名稱叫做托勒秘信 托勒秘是誰 托勒秘信 托勒秘信 我們全天八十八個星 如果有一半以上是他編的 他收集了 也不能說他發明 托勒秘就是古希臘時候 一個天文學家 然後他編的 他一本書叫做天文學大成 然後裡面收入了幾個 大概四十個 不太記得 四十個星座 後來才加上南天的星座 變成八十八個 所以這個的話 他的看法就是 我今天就找到天仙 這是天仙 這很好認的一個星座 然後從他的尾巴這邊 然後往人馬座的 古墜的這邊 稍微移動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裡一樣是點點百姓 我覺得他的美麗的程度 稍微差一點那個M45 可是他其實這邊 真的很漂亮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看 然後這個的話 其實就勉強可以看得到 然後另外一個要講的就是 剛剛講到Omega 是全天最大的星座 然後另外一個 我唯一曾經 真正用雙門看出星座的 是這個M22 就是我用雙筒去照 因為他這邊的天氣狀況非常好 然後用雙筒去看他的時候 你直接跟著看著看 他是一個球狀 然後一點一點一點點 一點一點的星座 然後另外一個有名的星座 就是五仙座的M13 可是五仙座的M13 我在雙筒看來 是看到那邊有東西 可是我第一個 我看不出他是球狀的星座 我看不出那些特徵 可是M22是看得出來的 然後他用不好 或不難找 他就是在這個 因為N馬座 N馬座其實我看起來 他就像一個大雙筒 這是插乎幹 這是插乎水 插乎的把柄 插乎的身體 他就在插乎蓋頂端的這邊 向左一點點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他 M22 然後其他像什麼N8 這個這個也其實也看得到 N20也看得到 然後其他的話 我就確定說雙筒星星能看得到 只是這個 這個 這個大家要 還有這個 這個有一個C76 就是其實你在雙筒看的話 也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星星 你上次說 還有時候不知道在哪裡 是不是下次是用天下水 或是星夜星 對 級別只開想 對他 就這麼趕快找到 當然是 你今天是用APP的輔助 是最快的 是比較快的方法 那個 通常這種情況就是說 他今天也雲蠻多的 然後其實他露出來的 就只有幾顆亮星 其實光從這幾顆亮星 我們也沒辦法說知道 這個是什麼星 我一定要是 今天要 像我今天人馬說 我一定要看出 他是一個殺戶的樣子 那天線座 我同樣也是要看出 他一個勾勾的樣子 可是如果今天雲很多 他的亮星 他就只有露出幾顆的時候 像這個比較 他的心臟心修的比較亮 是可以 我會用 我還是有時候需要 用那個APP來 我請問一下 今天好像說 你還要在拍的時候 反映性太多了 信心太多了 應該是 APP對人 對人 隨便對人 就可以找出 比較熟悉的信 就可以找出 就可以畫出來 其實還好 如果今天心點夠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他 但如果是心點多到 像剛剛那張 就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是真的 心點太多 跟心點太少 都是會有困難 對 對啊 好 那這邊有練出一些 我的觀測紀錄 呃 我就 我就開一個 好像時間不多 我就開一個 是有人網路嗎還是 對 在一點網路 好 才發覺你就 接電池 接電池 快沒 快沒電池 真的 接電池 喔 二十分鐘 沒關係 二十分鐘 現在已經可以解釋 所以速度有點慢 現在快沒電池 所以是有機感很多的 啊 啊 哎呀 哈哈 不好意思啊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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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風船沒電了 他如果你直接開瀏覽器 直接開瀏覽器 直接開瀏覽器 所以你不用玩的 因為他那個存在我的Google Drive 所以等於說我要登錄 那你是開 你是開 你要點的是開Google Drive嗎 對 對對對 想要往這樣 可是開Google Drive他開不到啊 因為他你沒有登錄他這樣子點 沒有辦法 除非是你要先 除非你要先登錄 我有被講出來 就是公開的 哦 對 OK 看一下 看下來 哇 對 其實這上面有些 你看 呃 只要看那個紀錄地點 可是看如果是空的話 就表示說 呃 我還沒有去看他 啊 有些是看的 我確定是 看不出來 像拉到 比較後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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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M4 我這邊就有著名說 雙筒 無法觀察 要用拍子 對 這邊也有一個什麼 雙筒沒有辦法觀察 現在我大概得知一個結論就是 大概可以看到六等 六等 六等 六等星 然後如果超過 六等 六等 這雙筒就不行了 像這個 戒指 幸運 這個 這個後來 我就知道 這個想都不用去想 它是 不可憐看的 對 八點八就是不可憐 對啊 對啊 所以六以內的應該都還有機會 當然是你今天越亮的話就越 越清楚 哪一個 天晴 八點八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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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M4應該這樣倒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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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帶確認 還需要確認 所以你這個是從幾年前開始結論 可以看一下這邊最早的時間 應該是2015吧 我覺得 2014 2014喔 下面下面 我覺得我最早看到的應該是M4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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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對 20141月25號 在錄了 很多 就是我同學給我看 對啊 就是因為看了這個之後 就開始去找 找其他的 然後像第一個是M415 第二個就是M31 M31花了半年才找到 因為你不知道位置的話 其實你是 我都找不到 不知道正確的位置的話 其實找不到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還蠻喜歡錄 像這個禮拜 所以你要表明裡面比較多是沒有的還是有的 你看到說 第一個你先看有沒有地點 有地點就是說 我在這個地點看去看他 然後看了他之後 然後就看後面 我後面有那個被注 你後面的被注 如果你看的話比較少你可以highlight 這樣可能比較好適合 像你用雙筒 最看到最暗的是 現在目前是新的 看到最暗的 我猜選一下 我應該說是大概至少要六等 六等以上的就沒有辦法 已經很厲害了 那是用八成四十五看的嗎 之前是我的是七成五十的 不過我之前有提過 我那個七成五十還瞎了一個眼睛 對 然後那個瞎了那個眼睛 就大概是被小朋友摔到 然後裡面的臨近有點鬆脫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他 兩個眼睛看過去的話 他會 他會那個 對 會散掉 會一顆變兩顆 所以那時候我就 變傷心了 我就把它搖一搖 搖到一顆眼睛瞎了 就可以試試看 我可以把它遮住就好 對對對 我都沒想到 那時候很傻 結果就是光這樣搖搖搖搖搖搖搖 5.94極限 6.0就不知道 不過 如果班長用雙筒光眼鏡 可以看到大概六等星的話 大概可以推算 那個班長的肉眼 大概只能看到兩等星 三等 三等 三等是極限 兩等其實就 三等就真正決定看不太好 不過後來我發現 那個什麼開陽雙星 我後來發現 露眼如果可以看到三等的話 你那個雙筒光眼 你大概可以看到七等 真的 對 這個一定 可是我覺得我勢力不在進步啊 因為後來我發現我露眼就可以看到 開陽雙星 對真的 其實如果各位有機會 真的多看星星的話 你的那個勢力會進步 是因為 它會讓你的水晶體要變 要怎麼樣 我習慣看你太遠 對對對 要看遠 對 真的是要看遠 我老婆說我是那個 誠意感動上天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 不錯喔 其實我覺得 現在班長的功力 我們先關一下吧 對 幫我 幫你關掉一下